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不悬空的情况下 放在桌子上面 你觉得我能打几块 我就说一下我的真实实力吧 悬空的话 打不断 我就说了 最实在的话悬空打不断 但是如果放在桌子上面的话 中下 中下的砖头 四块 一块砖头随随便便打 大家好 我是哥德小男 寸拳风波继续发酵 寸拳高手更是爆出了自己真实的实力 吊着打三块砖 根本不可能打开 作为寸拳中的顶龄高手 猎人一号 也是为某人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高林妙峰在大哥的资助下 豪挣50万打假寸拳高手 寸拳高手愣是不信这个鞋 亲自登门去踢完 没想到竟翻车了 这件事直接在网上引起了渲染大波 被网友及粉丝们认为 这些寸拳高手在视频中打的都是道具状 不是真实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 寸拳功夫真的存在 爆发力极强 在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后 有能力打断持断 在众多的寸拳高手中 猎人一号小伙 他的实力可以说是天花板机的 作为寸拳中的顶流 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验证了谁目才是道具状 谁目才是真功夫 寸拳到底能不能打断三块状 今天我给大家检验一下 如果上面也绑住 下面也绑住 就是一点间隙也没有 是平定不行 我做不到 如果是上面也绑住 下面不往 有间隙 我觉得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当时寸拳高手挑战时 也遇到过此事 上下都绑住 打钻没有任何反应 当意识到这一点后 强烈要求 必须把底下的胶带撕开 让三块状之间留有间隙 虽然说 当时妙峰按照他的要求 撕下了底下的胶带 可是他当时手已经受伤 没有能力再把钻手打断 三块状都掰开 他们之间就会留有缝隙 下面的钻一钻之间 瞬间碰撞在一起 产生一个极大的冲链 就有可能把他打断 三块状绑在一起 就成了三倍的力量 猎人一号也明确表示 他打不断 我认为 他们打断的这些钻头 都是道具的钻 寸权高手为了让大家认清实实 专门从网上购买了道具钻 看看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来拿三个锅 我们来冲一下这个道具钻 跟这个钻砖 重量上有多大区别 五两 钻砖清得很 三块状放在一起 才有五两的重量 下面我们来看看 钻砖到底有多重 这个钻砖 五斤四两 这重量还差别挺大的 一块道具钻放在一起 才五两重 而一块钻砖的重量 就是五斤四两 两者相差 不是一般的大 道具钻明显太假了 道具钻根本就不用打 一掰就碎 寸权高手已经把三块状绑掉起来 他要再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把三块状绑给击断 道具可以找到 你们先打 打断了一角力 你们打不断 我再打 今天已经打了很多遍 你打断 再次试试看行不行 打不断 再次进行打 不好打 很幸运真的成功了 高手也明确表示 这次能打断 也是非常的幸运 他也做不到 每次都能成功 实力可以说是毋庸置疑 那寸权世界中的主人物 到底有多大实力 他跟网友们交了实力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不悬空的情况下 放在桌子上面 你觉得我能打几块 三块对吧 我这么跟你说了 我就说一下 我的真实实力吧 悬空的话 打不断 我就说了 最实在的话 悬空打不断 但是如果放在桌子上面的话 如果砖质量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就砖的质量 是属于那种 中下 中下等的砖头 四块 如果是质量 中等的砖头的话 三块 一块砖头随随便便拿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了 这是我的真实实力 寸权必须有扎实的精品功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达到一定的爆发力 可以有能力去断转 两者都是寸权中的顶流 自己的实力 到底如何 以全盘说出 各位大佬 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 谢谢我们下期见 谢谢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